不好意思,我先自戀一下 OK,come back to me 話說,這一陣子又不是很多事發生的 但是這一陣子有很多人以為我不懂得說中文 因為大家都看到,我有一副外國人的臉孔 雖然我是一個魂血兒 人們就會很自然,看到我的時候就會很主動跟我說英文 其實我很想跟你們說的就是 其實我懂得說中文的 事緣是怎樣呢? 有一天我回家的時候 我到我家門口就遇到一家四口 這一家四口都很友善的 他們的媽媽就維持了對門給我 由於我是一個非常有禮貌的人 我就馬上跟她用純正的廣東話說兩次 麻煩你了,麻煩你了 那位女士就非常驚訝 甚至乎她有退後驚訝的狀態 就是這樣 然後我心想 唉,有多個無辜的市民以為我不懂得說中文 有時候真的蠻惹我霸佛的 因為其實有時候 不是因為我有一副 這麼超進 進超的臉孔 以及比較不太過東方化的臉孔 就不要認定我不懂得說中文,OK? 現在在中國內地是有很多外國人是說普通話的 更何況廣東話? 有一次我搭升降機 我搭升降機的時候 你搭升降機,非常好 然後我心想 唉,看看我的演藝級的表現 那我就立刻用了一些非常貴仔的口音 跟她解釋我是在哪裏買到這個口罩的 還要扮得好像我真的剛剛回來 我不太懂路 那我就點了它,不知道在哪裏 但又好幸運,這位女士都應該住了很久 那我就知道我說哪裏 那我就很快就知道在哪裏 那我就繼續扮我這個鬼仔 因為我覺得呢 我沒有理由這樣 兜口兜面用純正的廣東話 這樣跟她聊天 那我當然是扮一下東西 讓別人沒有難堪 讓她覺得我剛剛回來 我要學中文,OK? 那那位女士就看著我 她就說了一句 我經常有小朋友都會聽到的同一番說話 嘩,你的作文很好靚啊 你在哪裏學的? 然後我就心想 是呀,我的粗口更厲害 你不用我問好你的兩句 但由於我是一個非常友善 和非常有禮貌的人 我這句是沒有說出來的 這句就留在我心裏說了很久 不是,留了很久的一句說話 我只是很pulitely去回覆她就是這樣 是呀,我婆婆是一個廣東人 所以我是跟她學中文的 就是這樣 所以 我真的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因為我太久沒有拍片 現在已經說了四分鐘的東西 我剪完剪完都應該只有兩分鐘 但無論如何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段影片 再看到我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和我講廣東話 普通話都可以的 不過 你聽到很冷 天不冷 我都沒有辦法了 OK 那 今天時間就是這麼多 看看我哪個心情美 我再和大家拍片 又和我聊聊聊聊 好,再見 好,再見